相機跌倒了 但我現在看到的東西有點過分 最大的海鮮連鎖店 到底是要多難吃才會破產 人家倒閉很多家店嗎? 老實說我覺得 我們要到了 這蠻好看的耶 然後它可以有兩個 有兩個小桌子 好好看 上面那個換鞋的椅子也蠻好看的 這個 好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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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好好看喔 這個櫃子 太好看了吧 兩門的櫃子 好 大陶去學校參加家長會 然後不能帶小孩 所以呢 我跟小陶德就在Target 等他開完會之後來接我 我們在一起去吃中餐好了 今天的話呢 人很少 因為今天還是一般大家都要上課的時間 今天才禮拜四而已吧 那我們就逛一下等爸爸吧 你要去哪裏 那個玩具的 你要去玩具的 你要去玩具的喔 不用啦 我都不用客人 啊 他小雞也好了 哈哈 好 下車 你還有喜歡寶可夢卡嗎 你已經好久沒有玩了 還喜歡喔 小陶德他已經有至少一年 就是沒有玩寶可夢卡了 但是沒想到他最近 又突然燃起對寶可夢卡的興趣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他們學校啊 就是到五年級的左右的小朋友 也還在玩寶可夢卡 我就是去接他的時候看到 有一群人在那邊討論寶可夢 我覺得小朋友喜歡的東西 真的是會因為 朋友啊 因為同儕 就是 而有所影響跟改變 我本來都以為他會覺得寶可夢卡幼稚了 結果沒想到現在又 一整個一頭熱了 糟糕 不歸路 哈哈 好可愛喔 這什麼好笑的 Minecraft Minecraft的羊是不是 嗯 這個是什麼 B 在Minecraft 好可愛耶 好可愛 就這樣光光陣陣的 現在小朋友很喜歡 這個 這是浩克嗎 綠巨人浩克 不是是 Zombie 他們會吃你的頭 那不要 你覺得前面是不是一個 GuanPi要送禮物給他的 小朋友 嗯 對 你可以跟他說 我幫你選 嗯 那個是什麼 Minecraft 你剛剛不是蓋過一次了 好小朋友在認真看他的玩具 我們來看一下 今日穿的 耶 因為今天沒有整理頭髮嘛 所以我剛剛就帶了一頂這個帽子 我覺得這頂帽子很可愛 這是韓貨 現在可能不太好找 他整個鬆鬆的 所以很舒服 沒有什麼負擔感 然後非常的透氣 不會熱 呼應他的話呢 我帶了一個貝殼項鍊 今年非常多人會帶這種貝殼項鍊 就整個就是米色的 然後衣服的話呢 就有一件短板的小T恤 好然後呢 包包是Lululemon的肩背包 我掛了一些罪事在這裡 看起來就比較高年輕可愛 然後呢 搭了一個米色的襪子 配上UGG的拖鞋 我打一部 假裝是姊姊帶弟弟出門的概念 他都要叫我姊姊喔 姊姊好 姊姊你看這個的好不好 姊姊覺得很好 你不是姊姊 姊姊是誰 姊姊是媽媽 喔沒有了 回家 我今天是姊姊喔 如果等一下有帥哥過來跟我講話 你要說我是姊姊喔 好不好 不行嗎 可以啦 知道嗎 你說這是我姊姊 OK 我 你說我18歲 OK 不理我 純粹在自己的玩具中 這是什麼東西 嗯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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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這個玩具一堆問號 小桃德的開學禮物 他選了這個 他選一個 這麼難 因為他在開盲盒 這是那個 一個YouTuber Mr.Beast 推出的 一個實驗室的玩具 來媽媽幫你 左邊還右邊 嗯 那邊 這個 好吧 自己買東西 自己結帳 在美國的自助結帳呢 就自己掃碼之後 然後把東西放在這一個檯面上 這個檯面呢 有秤重 他就會計算你結算了幾個東西 然後等錢都付完了 東西就可以拿走了 如果你提早拿的話呢 可能就會結帳失敗 會 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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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嗶嗶嗶嗶嗶嗶嗶吸門就有大龍蝦在這裡欸 好像海產店 他剛剛說什麼 他喜歡你的帽子 然後呢 他有說什麼 後面他有說 他說不是很什麼的 不是很normal 不是很normal的帽子 媽媽的打扮看起來很不像當地人 就看起來不是一般人會穿著的打扮 做這樣的打扮 但是他很喜歡媽媽的造型搭配 我們能看的只有這一區的飲料 無酒精 他的餐包超鬆軟的 有點像馬芬麵包蛋糕 微鹹有起司味跟一些那種香料的味道 好特別對不對 真的 好今天是小陶德開學了一個兩個禮拜以後呢 今天是家長可以到學校那邊單獨跟老師 老師在之前在網路上就可以約好一個時間 單獨一個1對115分鐘的一個會談時間 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老師希望能夠多了解這個學生 比如說他有哪些問題啊 或是比如說他的強項啊弱項啊 然後在學校有什麼事情是家長希望老師知道 這樣老師就可以比較可以客製化的教育吧 就是針對於每個學生就因材施教 然後我剛剛問了他的老師呢 他們班上呢有28個學生 這個學校呢他還有每一位老師還會配一位助理老師去做 那我其他的小學好像沒有這樣子 就是一個老師 然後偶爾可能會有一些家長 就是當義工去幫忙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那老師很細心也很人也很好 他就說希望我能夠多分享我這邊的問題啊 他也希望了解我們家背景 那我就有跟老師說 那小陶德他學英文學了4年了嘛 然後他家裡有時候有一半時間是講中文 就是讓老師知道這個狀況 所以呢他或許有些當地的美國家長 他們會常常用的一些語言 不是書面上的語言 就是他們自己慣用的一些俗語啊 或什麼當地的什麼俚語還是什麼的 小陶德不見得知道 請老師對他多一點耐心 那小陶德在這個學校呢 我目測看來每次接送的時候 非常少的亞洲人 因為我們住的城市是這樣子 然後他應該也是班上的唯一的亞裔人口 之前好像聽說還有另外一位 可是呢他這幾天轉到別的學校去了 因為我們這個學校有一個特色 就是禮拜五是不上課的 就是在家裡做這個作業 然後可能有些新移民的華人家長 他不知道結果來發現 怎麼每個禮拜五都不上課 害他就要在家裡多照顧一點小孩的感覺 所以他們可能後來就轉走了齁 因為是新的學校我們就要看小陶德 他就是表現得如何 跟去年的私立學校相比 目前問他他都覺得他很喜歡 學校的第二個禮拜呢 就是讓他們使用筆電 做各式各樣的一個學業上的測驗 可以看每個小朋友的英文啊 數學等等的程度到底在哪 老師比較好去針對他們英才私教 那學校離開了以後呢 今天中午呢還算是一個平日的中午 所以呢我前一陣子在網路上看到呢 就是美國最大的海鮮連鎖店 Red Lobster紅龍蝦 住美國的我想不管是幾十年前的移民來美國 應該都聽過這家店 我小時候曾經吃過一次 後來就沒有再吃過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13歲一直到美國讀完大學 也不可能自己沒事情去吃龍蝦 對不對 那最近呢因為前幾個月我上網看呢 聽說這家店呢 很多分店好像要面臨破產 很多老字號餐廳都這樣 這家呢我也不知道能夠再生存多久 說不定以後就掰掰了 今天中午來呢正餐時間 我看大概三四桌吧四五桌客人 確實生意不太好 但是我還是憑著好奇心想說 知道這二三十年來呢這家餐廳有沒有變 雖然他們感覺也推出了很多新的菜色 像他這個季節呢有推出這個螃蟹季 就是各種各樣的蟹餃啊螃蟹相關的料理 加上他的傳統的招牌的就是龍蝦和蝦子類海鮮類的料理 所以我今天就不點牛排就只點他的海鮮 全美國最大的海鮮餐廳呢 到底是要多難吃才會破產 好我們等一下來試試看 好今天先簡單點的幾道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菜的份量如何 所以我先點了這個季節限定的螃蟹起司沾醬 這個Crab Queso Queso就是西班牙文的起司醬的意思 然後呢有各種的調味 西班牙的辛香料 蔥啊番茄什麼的就是蘸玉米餅吃的 常見的這種美國的開胃菜 只是他之前的傳統是用龍蝦肉去做 那這一次呢我們點的是螃蟹 蟹味蠻濃的耶 起司味算是又奶又鹹 加一點蔥和番茄我覺得是解膩用 也增加一點那個蔥的香味 和番茄的那種微酸微甜 我個人覺得算蠻好吃的啊 關牌手17塊美金 還OK啦 因為畢竟有蟹肉在裡面嘛對不對 另外呢這個這麼大的龍蝦尾呢 還有這麼多的這個大蒜奶油蝦 叫做Shrimp Scampi 這道菜加上配餐薯條呢 這是每日特餐喔 24塊美金 這個我覺得也還算划算喔 24塊美金可以吃到龍蝦 然後這個是季節限定的蟹餃特餐 有三種口味可以選啦 可以選這個奶油的 還有這個Cajun肯窮醬奶油 還有清蒸的 然後這個就是蟹餃特餐 裡面底下是放了很多炸過的馬鈴薯搭配的吃 蟹餃特餐看起來好像很貴對不對 其實32塊美金 算起來也還算合理吧對不對 那就先吃吃看 不夠的話再另外加點 因為我目測看起來呢 可能還不夠我吃齁 這三份大概我一個人就可以解決掉了 沒有沒有 不能這樣推廣暴影暴食的習慣齁 壞示範 好這個看起來好像就是已經是一對 它有一對齁 兩份這個東西 看起來就有點像是一隻完整的螃蟹的感覺 然後去頭去尾對不對 所以看起來還算是性價比蠻高的 然後這個馬鈴薯呢 吸了螃蟹的醬汁 應該很好吃吧 嗯 感覺加了有很多奶油啊 蟹汁奶油在裡面 吃一下它這個蝦子沾這個應該是奶油醬吧 喔 蝦的味道也不錯啊 就很中規中矩 該有的蒜味奶油 該鹹也都OK 然後這個奶油醬應該是沾龍蝦的 龍蝦的話就交給佩莉 因為佩莉呢是海鮮達人 我實在想目前我吃到的東西其實都還符合水準 它價錢我覺得也還算合理啊 對 那我可能敗筆就在龍蝦 OK 我們來吃吃看 擠好檸檬了 我的龍蝦來了 它好貼心喔 它把它挖出來然後擺在上面 以前那個擺得還不錯啊 一整隻 好我就直接這樣咬了齁 超新鮮的感覺啊 就它的肉質彈性很好 然後可是不會過硬 已經有海的味道了 就是本身是 整個肉裡面都帶鹹的感覺 它門口放了幾隻活的龍蝦給你看 你就一直覺得說 哇 它超新鮮的 這是一種行銷策略 我要蘸一下奶油 我覺得它本身的調味已經讓你覺得 有加奶油跟沒加奶油落差不大了 因為它整個的那種濕潤度 都已經很夠了 不像是那種 就是有些龍蝦會烤得比較乾的那一種 就是很需要靠奶油去增加它的那種滑順口感 它本人就已經夠好吃了耶 好好吃喔 好滿足喔 拿著一大塊龍蝦 味道 超超要不要 等一下再吃那個蘭先咬一口 哎呀 哎呀 不捨得拌氣薯條 好吃嗎 好吃嗎 他沒感覺 他不懂 他 好啦 那他吃那個薯條就好了 多吃一點薯條喔 啊 我也懂 有好吃嗎 可是你 你的表情沒有覺得很好吃啊 好吃 好吃喔 很好吃要怎麼樣 哇 哇 哇 我要辦正事了 先把上面的肉吃掉 開始吃蟹餃了 耶 哇 先嚐嚐味道 我吃過很多蟹餃 就是會調味太鹹 也可是那個海味整個太鹹 這個我覺得算是很剛好 然後就有一點點鮮甜而已 會覺得好像想要加一點那個奶油 這樣子 加一點奶油吃 吃吃看 我覺得它蟹餃調味算淡耶 好像可以再鹹一點點 有時候我都會覺得那個太鹹 是不是要掩飾它不新鮮 而且有吃過一些蟹餃 是不是有一點帶著微涼口感的 就是吃進去有一種涼涼的感覺 這個完全沒有喔 媽媽超會剝螃蟹的喔 啊 我在釣魚嗎 太大口了吧 好 前端 先打開 讓它有空氣流通 然後在中段這裡 靠上的地方 把它撓開來 對 耶 謝謝 又要先吃 一人一半 這樣我才不會撥的那麼辛苦都沒吃到 哈哈哈哈 這一根就覺得調味比較剛好耶 可能剛好那個部位吧 好吃飽了 饭后的休闲活动呢 就是逛Buzzgo 我觉得在美国这里的生活 大概就这样 不断的在添购一些食物啊 可以放在冰箱里这种感觉 刚吃饱了 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我第一次吃红龙虾 然后吃完的心得感想好了 老实说我们刚来到美国的时候 我就一直很想要尝试 可是呢 因为大陶不是一个很爱吃海鲜的人 就会觉得说 好吧 反正到处也都可以吃得到海鲜嘛 你可以去那种吃到饱的自助餐厅 比较高级一点的 也会给你蟹脚啊 龙虾这一些 所以就会觉得还好 但今天吃完之后呢 大陶不是一直说 人家倒闭很多家电吗 是不是因为很难吃 老实说 我觉得吃到之后 很好吃耶 就是符合我的口味 我觉得就算是 很道地的美国味 中规中矩的感觉 虽然没有说到那么的惊艳 可是绝对不会不好吃 大概就这种感觉 那跟大陶呢 刚刚就有在讨论说 为什么就是在美国 很多城市都已经倒闭了 可是我们的城市 还这么健在的 开着那么大间店呢 我想说 可能是它虽然 现在是平日的白天 生意没有这么的好 可是也许晚上 或者是周末的时候 客人就会比较多 因为我们这个城市的特色呢 就是很多酒庄 算是一个观光景点 所以以观光景点来说 它的客流量 应该还足够支撑 它的一个业绩 然后还有加上 我们这个城市 很多居住蛮久的 白人老人 就是长辈们嘛 他们会喜欢怀念的味道 就像陶爷爷奶奶啊 就是每次从台湾 来到美国之后 他们都会特地去找 欸我要吃食食乐的 那个烤吐司 起司吐司啊 然后或者是吃 哪一家店的某个东西 对他们来说 就是好吃的了 那我想红龙虾也是一样 对于在美国长大的一些 当地人来说的话 也是他怀念的一个味道 所以呢 就在我们这个城市 就还没有倒闭的原因 那我自己是觉得 它的菜单选项 比较单调一点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 很久再去一次就可以了 并没有说 怎么多创新的料理 所以呢 对年轻人来说 吸引力会稍微低一点点 虽然我自己个人是非常满意 小淘德也觉得 那个蟹饺超好吃的 也确实就是 你可以去一些 有海鲜的吃到饱的餐厅 也可以吃得到蟹饺跟龙虾 可是确实不如这一种 专卖店的这么的鲜嫩可口吧 可是在这里 你就可以知道说 欸我花了这个钱 我吃到的就是这个龙虾蟹饺饺 它本身的价值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对可能就是以后 大淘德就把我丢在那里 我自己进去吃 哈哈哈哈 或者我可以带小淘德啦 我们两个来这里约会就好了 因为我后来一直拨那个蟹饺饺 然后小淘德都马上就吃掉 然后我们已经全部吃完要走咯 小淘德一直跟我说 那个好好吃 那个好好吃 我说好了 下次我们再吃 好大家的心得是这样 那现在呢因为中秋节快到了 然后万圣节也开始装饰了 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逛逛Costco 看有什么新品吧 哇 这个梳妆台有灯耶 你看 它直接就是有灯的 看起来很不错 哇迪士尼的鬼屋 哇这海盗船还会咬耶 好温馨的万圣节哦 这也是迪士尼的南瓜拱门 哇 Snoopy 这个万圣节也太美了吧 哦 它有一堆那个 它有一堆蝙蝠在飞 一堆黑色的蝙蝠一直飞一直飞 这也太可爱了吧 一点都不恐怖啊 这是娃娃吗 嘿嘿 Halloween的吗 一小怪物 嗨 Tricotri Tricotri 诶真的耶 它是装糖果的 现在才快九月 万圣节是十一月 我觉得那就算了 但我现在看到的东西有点过分 圣诞节 还没有九月 然后就开始卖圣诞装饰了 美国人真的非常喜欢过节 然后很喜欢装扮家里 很喜欢就是享受过节的氛围 哇这还蛮漂亮的 好多圣诞树 这是耶稣诞生 好精致好漂亮哦 这个十四建筑 九十点九九块 我怎么觉得很划算 但是看起来摆在家里还蛮高级的 自己要拿 它两瓶一起的 哇两瓶六块钱 那你一次要拿两瓶 Dragon food 还有瓜吧 火龙果 巴辣汁 没有耶 只有一个耶 诶 怎么会这样 以往就是中秋节快到的时候 就是在Costco都可以看到有许多月饼 然后也有一些是香港的啊 曲奇饼干啊 什么的 就选下来蛮多的 会觉得很好逛 可是 我们现在这个白人城市月饼只有一个 真的没有了耶 没有其他的 只有这唯一的一款 台湾制造 然后就是 雙黄白莲绒月饼 喜福楼的 所以白人城市 要买到月饼还不太容易耶 竟然只有一个 这么有点伤心难过 没有过节的感觉耶 我们是 极少数分子 然后还这么多没有人要买 大桃马来说就是 中秋节来Costco看看有什么月饼 结果非常的失望 只有一款 我看到这个面包 之前没有看过 感觉蛮好吃的 它有那个大理石 然后跟那个 奶油的 好买一个 没吃过的 虽然我们城市的那个 85度是已经开了喔 所以如果要 要吃面包的话 不用自己做了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但是呢 Costco可以买这些就是 常温保存的 有时候你肚子饿 偶尔可以吃一下 也是不错的 刚刚那个店员 店员还对镜头比叶 怎么那么可爱 他给你们介绍这一款 它有点像那个 玉鼠鼠 可是这个它是那种 肉桂的 它吃起来整个像是 那叫什么东西 吉拿棒 对它就是吉拿棒的那个味道 其实很不错耶 只是有点大包 我们家有买了 然后还没有吃完 可是我觉得是好吃的 如果你喜欢吉拿棒的话 你可以买这一包 那我们去找大桃他们好了 他们两个还在那边打电动 哈哈哈哈 就刚刚不是有看到那个打电动的机器吗 发现目标 50公尺 两个孩子玩得很开心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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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万圣节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说 诶 像是 宝可梦卡 就会推出这种 特别限定版的喔 就跟一般的宝可梦卡不一样 会多了一个边框装饰 上面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南瓜 或皮卡丘在那边 就还蛮可爱的 不会有什么厉害的卡片 可是就是送礼送小朋友 或者是别在发糖果 你在发宝可梦卡 你的生意就会特别好 因为小朋友都喜欢宝可梦卡 好 这个也是一个万圣节必买的好东西 那是什么 MBA 球员卡吗 除了宝可梦卡之外 你也可以买球员卡 哇 这么酷 这个只适合发给你的篮球队那一种 看你要买 这个超酷的 如果你想要知道 墨西哥人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一些零食啊 点心的话 就是 去超市 美国超市一般都有卖 这一罐 Taking的酱 他也不算酱啦 算粉 又酸 又咸 然后就是又一点辣 他算一些辣椒酱吧 然后很多人会把它拿来加在芒果啊 凤梨啊 或者是小陶德说他学校拿来加在西瓜上 很好吃 他之后呢就把它加在西瓜上 我觉得超酷的 就是我们家也必备 我自己个人很喜欢啦 然后这个 他推出的联名款 是竟然跟那个甘蜜贝尔 软糖 小熊软糖 加在一起 那就会变成 又咸 又甜 又辣 又酸 的一个糖果 哈哈哈哈 好啦 我觉得很有趣耶 如果说趁这个时候要回亚洲的话 戴这个很酷耶 这亚洲应该 没有吃过 然后会觉得他 奇怪 因为光是Taking这个粉 它本身的味道就超级浓 送口味的 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快要回台湾 最快要回去应该是等那个 圣诞节的时候 好吧 那就希望他圣诞节的时候 会推出圣诞节版本 我们就可以买回去送给亲友 让他们体验一下 嘿嘿嘿 有人看到这个会想买吗 超酷的 对不对 耶 喜欢吃墨西哥食物的人 应该都会有兴趣吧 嗨 你们又跑去买什么吗 刚刚要多拿两样东西 这个是这个 日式咸酥鸡 哇哦 日式的 这个是 墨西哥的这种 炖牛肉拉面 哇 好好好 可是这看起来好像披萨 哈哈哈 看起来像披萨包装 它很薄 嗯 这都没看过的 对 然后这个也是近期推出的 美国Costco 好像华人群组在Facebook上面推荐这个 猪肉和鸡肉的锅贴 对 煎饺 它还特别强调这个皮特别薄 它这个地方英文字有说 thin and crispy 就特别薄和脆的这个皮 这个好像之前我们买过的 冷藏版本的墨西哥牛肉面 然后我们觉得味道还不错 就是想要吃热汤面的时候 又想要有点重口味的时候 可以吃一下这个 然后这个是 小陶德喜欢的越南河粉 如果有时候在他家里 他自己想要吃的话 就可以泡一下 这一个有九份 然后都小小碗的而已 去整车满满了 鸡肉卷旁边多了一个鸡肉三明治 冰沙 冰淇淋 饼干 它的那个冰淇淋 之前好像没有看到巧克力口味 感觉还不错 耶~~~ 我们觉得Cosco的那个冰淇淋 是最好吃的 它非常的丝滑 好像之前没有吃过巧克力口味的 喂我一口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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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的饼干喔 厚喔 它很厚喔 小陶德难得来 一片2.5毛美金的巧克力饼干 对 我们上次有吃过 嗯 完全有点快要接近吃 脆皮蛋糕一样的 哈哈哈哈 很好吃 很好吃 这个价钱啊 比热狗宝加一杯可乐 还要贵蛮多的 哈哈哈 热狗宝加可乐只要1.5块而已耶 这一个饼干就要2.5块了 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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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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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